好我們看一下下一個重點的部分 我們介紹的是已經分組的資料 要求它的一些相關的數據 已經分組的資料 要求它的均量或者是一些相差的量 那第一個你看這邊 第一個我們就講一下 題目可能會給你的圖 或是給你一些數據 那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把這個圖換成表格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那第一個你要知道的東西 這裡寫這個 F1 F2 這裡來記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些參數 這裡的 F1 F2 則是這個區間裡面的那個次數是多少 它則是那個次數 OK 好那 重數的話呢 則是出現最多次的那一組 就稱為重數 這個沒問題 好然後 中位數呢就是 我們把那個 脂肪股裡面的那個面積怎樣 把它面積算出來 從中間切一半 所分出來的位置是所謂的什麼 中位數 好那 算數平均數呢 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做的時候呢 把表格先把它直寫 然後呢 把每一組的終點 來代表每一組的資料 然後乘上它的什麼東西 乘上它的那個 那個次數 所以 FIDI 指的是它每一組的總分 OK 那 這個寫出來之後呢 你要做動作 做一個平移更伸 就是說 為什麼 因為平移伸做之後 我們可以把數字怎樣 變小 方便回做計算 然後之後怎樣 把它還原回去就可以了 會來齁 好那重點是這個標準差 標準差的話呢 就是別按考慮重點 第一個 我們把每一組的終點呢 代表每一組的資料 我們要算出來的那個數字 然後呢 也是一樣 呈上它的那個相關的次數 好這裡 然後也是一樣 把它伸縮平移之後 代表去公式 你可以算出來 那 謹記一個關鍵的地方 這個公式你不用背啦 你不用寫大了 因為它其實就是原來公式 沒有 它記得公式嗎 呃 不好意思 這邊 呃 變異數 標準差 這裡 這個 還記得吧 N分之 比差平方 就是標準差 那只是那個時候 我們的公式是什麼 就是等分號 這個 呃 Sigma XI的平方 減掉 N倍的 算數平移式的平方 再處理N 還記得吧 那只是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XI 我們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這個 FIDI 因為這個已經有 經過那個分組過後 已經有經過那個 所謂的 排列了 有把它分組來 對不對 然後呢當然 你來記數字 這個東西 這一數字的話呢 都是 有經過伸縮跟平移的 我們把數字 要來減化 比如說 可能乘上幾倍啦 那減多少 會啦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下面的題目的做法 看怎麼做